昨天的清晨,我們根據線報 在全港多區一共拘捕了11人 當中包括7男4女 檢獲了一支組裝槍 和過百發的子彈、掃把的離器 以及有幾件的避彈衣等等 警方相信這些被捕人 和較早前多間警署 被汽油彈襲擊的事件是有關的 大家都會明白這些案件是非常危險的 而公共的安全亦因而危在彈直 而案件中,我們檢獲了一支白發的中空彈 如果用那支組裝槍架來發射的話 是十分危險的 試想想,如果這些狂徒沒有被警方拘捕 持著這些槍械成功混入在昨天一個和平的遊行當中 他們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去進行襲擊 受害的可以是在現場的任何一個警務人員 或者參加這個公眾活動的市民 這些後果都是災難性的 而暴徒刻意去選使用這些和警方裝備一樣 類似的中空彈 我們不排除他們是有心冒充我們的警務人員的合法裝備 有意圖去插裝嫁禍 這種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是非常卑鄙和無恥的 更多精彩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人員 搭取他們 永遠 głos 遊海 摩擦 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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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海